在疫苗峰會上 全球數十個國家 為聯合國疫苗平臺 捐助了二十四億美元 要擴大疫苗 在中低收入國家的供應發配 有專家指出 富裕國家囤積疫苗 窮困國家只能等人伸出援手 各國政府目前該做的 就是盡快填補疫苗 取得不公平的鴻溝 當富裕國家不斷取得疫苗 為自己人民接種的同時 國際上仍有許多窮困 國家的百姓 苦於無法擺脫病毒的糾纏 不過接下來將有機會獲得改變 在日本和全球疫苗免疫聯盟 共同主辦視訊疫苗高峰會中 數十個國家認捐 從非洲島國摩里希斯 捐出的兩千五百美元 到富裕國家的數百萬美元 以及疫苗等 都將捐給新冠疫苗 全球取得機制COVAX 這個平台從二月以來 已經向一百二十七個國家 分發七千七百萬劑疫苗 而今年的目標 是為貧困國家提供十八億劑疫苗 但各国疫苗取得的数量悬殊 仍是国际高度关注的议题 专家指出各政府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尽快协助填补疫苗 分配不均的鸿沟 英国卫生部三号将跟七大工业国的卫生部长 召开另一场疫情峰会 而疫苗的分配议题将成为会议中最主要的焦点 公事新闻黄韵玲编译